我們出來就準備要上紮道 對啊 那邊 就這邊嗎 喔 經過這個山洞 是嗎 好像不對耶 那怎麼腳踏車可以過了 好奇怪喔 哎呦 那腳踏車可以騎 還是那腳踏車騎錯地方 沒有啊 那這個還沒進去 我怎麼知道 喔 還沒有上 趁路處繼續靠右 靠右 右這邊嗎 沒有 一樣的啊 會有點不同啊 喔 喔 馬一樣 對對對 來日本開車還是要 注意到 那麼會有點不幸 尤其到東京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要挑戰東京開車耶 你看 富士山 終於 來那麼多次 第一次來富士山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我都完成了 你的清單嗎 拍照顏啊 住宅 和談點啊 嗯 東東都有了 很厲害喔 好 流鼻涕 老闆娘流鼻涕了 為什麼流鼻涕 感動的 感動的 痛哭 那個啊 感動的痛哭流涕 喔 你這樣講也可以啦 那我們要 開車 所以我馬上睡在一路三度 車上 我覺得昨天晚上明晴天好睡 你知道為什麼 我說累啊 沒睡午覺啊 不是 習慣了 對 對啦 沒錯 這個床大概 再睡個一天就可以了 以我們兩個 大概三天我們就習慣了 就可以一覺到天亮了 不是被嚇醒 十一點多 今天 有人打電話來 對啊 所以 所以要關成那個什麼 什麼模式嗎 不行啊 不就關了 萬一有人找 我的電話比較少 國島 我們要走國島139吧 不是啊 我好像要先走707 是喔 我剛剛看那台車很可愛 你剛剛上去上次有看到嗎 有啊 放了兩台腳踏車 然後超級小的 沒有 他走了 他走了 欸我有看到人家騎腳踏車來這邊 可能是還 還那個日本的 看起來不像當地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弄到 我想拍照都沒辦法 因為去洗東西 嗯 超可愛 然後順便放兩台腳踏車 很像那種單人 的那種汽車 單人的汽車 你看 這邊還一直看到 你看山上的那個雪啊 都不會龍咧 還那麼高 對啊 你看 你怎麼說想要一排啊 他可以登 還有四格的油 我們要把等一下來加個油 齁 要加什麼油你知道齁 紅色的 紅色的齁 齁 我們去加油一下齁 有 有沒有感受越來越近 對啊 這個城鎮應該是在富士山下面的 對不對 其實我們昨天在那邊 還是比富士山有一點點 這邊更近啊 對 可是這裡看不到到 對啊 有人問我說這種小車可不可以租得到 可以租得到 可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睡 可以啊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睡啊 我們下次也想要 我們為什麼沒有租 旁邊這種小車 你看到 其實日本很多都是這種 像這種有沒有 就大發的 這種小車 但是我們 對車又不款 車款不款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一台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台 是可以打平睡覺的 對不對 比較平整的 對 除非你有認識當地的日本人 知道說 哪一種車款是可以打平的 那你如果租到那種車 你不能打平 你就 你就不能車魄了啦 講這樣子 那除非說你的功力很強 你可以躺在正務駕駛座 像老闆娘這樣子 但是大叔沒辦法 我一定要至少要讓他打平 那不平整沒有關係 有一點凹凸還好 但是 叫我睡在正務駕駛座 那種位置我都不知道 在四百公尺處 向左轉 這裡要向左轉了 那這個 他們的高速公路 其實跟台灣是一樣的 那 如果你是 一般行駛是在 左邊 就是靠外側 外側 那靠內側就是超車路線 都是一樣的 那這邊有一個限速八十 但是 但是 我看大家都開到一百 這車到底要開八十還是一百 就跟著人家開就對了 通常我是跟著人家開的 因為有時候覺得好像自己開太慢 你看齁 我現在的時速來到一百 那前面那一台我根本追不到 所以 他們這邊的限速到底是怎麼樣 說真的 我也不曉得 然後 我就是跟著人家開就對了 然後他們的 大型車輛齁 就像大貨車啦 在台灣的大貨車齁 是進行內車的 但是 這邊是OK的 所以 有時候你看到齁 人家那種大貨車啊 欸 開內車到了之後 你不要驚訝 因為 在這邊是可以的 東京 右邊 我們 來的時候齁 是晚上 看不出來 然後現在白天的時候 我們要回東京 我們要經過了三個交流道 這邊是 東京大越 我們經過三個交流道 三個不同的高速公路 喔 經過了三個不同的高速公路 就是他們會傳接 這個 這個 黃色的 黃色的是不能平的 在六百公尺時候 靠右行 下交流道 你看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白白的這個嗎 這個是 山路的轉彎點 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 偏移一點點 你就會感覺到 有沒有 走走走走 有沒有 他就是哦 讓你 提醒你 在轉彎的時候啊 有沒有 偏離車道 但是其實現在的車子都有那個所謂的便利車道警示 真的嗎? 嗯 啊 因為我都沒換車 那我回去的時候先換車我就這樣 哦 對啊 因為我們家的車沒有這麼高級 對啊 其實我們都開老車啦 所以 有時候齁 當人家科技沒有那麼進步的時候 人家是利用這個什麼道路來警示的 這樣子來提醒會比較 增加那個 用路人的那個行車安全 你知道那一台是什麼車嗎? 得利卡 啊 前面那一台 對啊 右手邊那一台是得利卡 有沒有看到? 真的啊 這得利卡 台灣的得利卡已經30年沒變了 你看日本的得利卡變成這樣子了 很漂亮齁 人家已經進化了好幾代了 我們還在停留在一代的得利卡 我們的是一代 對 因為人家技術不願意放給你 對 所以我們的得利卡永遠就是那種 像 他們講的 高 樣卡啊 樣卡啊的郭友不會講 終於有看到得利卡了 對 不然我們可以拍到得利卡的露營車 不然我們可以拍到得利卡的露營車 這是出門應該會 聽說 是目前最大的露營車站 是喔 OK 那我們是拿什麼票進去 我們拿的是 還沒買票 哈哈哈 還要買票 不知道啊 還沒遇到神節 是喔 我們跟著台灣的廠商來的 跟著大大媽來的啦 對 沒有啦 其實大大媽跟著我們來的 因為我們說我們要來日本看展 看車展 問他要不要一起來 他說好啊 那就一起來 然後這兩天他去哪裡 他去辦公 我們晚一點的他會 他去拜訪客戶 我們就去玩他們去工作 因為他做的是外銷 對外銷 他的客戶都在日本 搞不好我們可以拍到他的產品喔 有 有沒有機會 有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寫一個大大的出口 來日本再不會開車我也沒辦法啊 那就寫一個出口 就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就看著 像這個 這個導航喔 老闆娘搞了半天搞不會 真的搞不會 然後現在在塞車有沒有 開始慢慢在塞車 那我們用什麼 Google導航 所以 來日本不用怕迷路 Google你就 選地圖 然後去點你的地標 往南 然後 向左轉 你甚至 你甚至可以在台灣做完功課 然後 來日本的時候 你就依 依照你的點去 去走就好了 我好會講啊 我好會講啊 對啦 但是其實功課都不是 不是我做的啦 都是老闆娘做的啦 你看他現在還在做功課 他在做什麼 你來找什麼 你說 我 對啊 我今天找好你的水長線 唉唷 吃的都找好了 你看 多厲害啊 沒有就給你吃泡麵而已 也沒有勒 你來外面給你吃泡麵 我想吃泡麵 昨天還給你吃燒烤欸 昨天我們吃的燒烤 算很便宜 有餓到嗎 吃撐了 吃撐了 燒炭烤肉 什麼都來 什麼叫燒炭烤 燒炭啊 我們燒炭來烤肉啊 我是燒炭烤 所以我們吃的是燒肉 對 然後你現在在幹嘛 我現在在看 之前沒有訂過一個飯店 是可以泡溫泉的免費的 唉唷 可是因為我的那個手機 那次要不見了 現在不要找一下 不用再去哪一個同一間啊 找找別間也不錯啊 對不對 他們有公寓耶 公寓也好貴喔 公寓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間房間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租換 公寓式的那個 要不要來日本買一個房子 我們已經開了 公寓房子的錢 應該可以來這邊租很久了 可以玩一輩子的齁 租車玩一輩子 好我們要 到下一個 所以你不會回船 對 對 來日本的時候齁 還不會回船 因為不習慣 這是到真的 我們昨天都還繞下去 對阿 這裡開始在塞車 我還有一個小時 然後到我自己 一個小時喔 應該是不會啦 因為我覺得 Google有一點不太準 10點37我們就到了 然後去的時候 還要再到整個停車位 我們已經到東京了 你看 這就是東京的街道 但是我們還在高速公路上面 你看我看到一個工具 上面那個 那個車啊 前面 車頂置物架有一個東西 然後 不知道要幹嘛的 是不是可以放船還是放什麼東西 前面那一台速發路 前面那一台速發路 這是東京的那個地下街道 高速公路有在地下的 對阿 對阿 就收不到訊號了 這個 地下的快速 高速公路很長 對阿 對阿 不要 開了很久 還沒開出去 那等於是在他們那個 東京的地下 地下的那個 在走 整個 全部都挖空了吧 對阿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地鐵 對阿 這應該很久了 GPS錯亂了 完全沒有訊號 海洋要出來了 我們要用桌邊嗎 去哪裡 對阿 東關這個 澳洲 下交流道 喔 馬上 因為這就覺得很危險 我回家去 都要死去 東京港就在那邊 附近 下去就是東京外 港口 東京 我認識東京的 第一件事我看的 東京愛情故事 沒看過嗎 那麼有名的一部電影 東京愛情故事啊 他就叫東京愛情故事 好吧 你沒看過就算了 你跟我一起來就好 是我跟你一起來 是你跟我一起 蛤 是喔 好 這邊還要再開 29公里 再換另外一個高速公路 這什麼 這什麼 唉唷 你看 又下來這樣 又下來 又到 又到 又下那個什麼 這是海底隧道吧 往下的 往下的 下海底隧道的 下那個 我們 什麼都下 什麼都下 這那個 城市的地下道啊 然後海底 海底 港口的地下道 這應該是海底隧道的 你看還一直往下 有沒有 還一直往下 你感覺不出往 一直往下嗎 算了 不是 站台車也比較有感 嗯 這是他們的海底隧道了 拜拜 你喜歡的車車是什麼樣子 差不多 那個 跟著大叔的 第一人稱視角 由日本 但是我的第一人稱視角 只會看到老闆聯合 看到沒有 看到街景 這個就是老闆聯合 有沒有 打招 嗨 喔這個就是 TOKYO 我們又回來TOKYO了 因為我們要先去千夜 我們要去千夜 因為展覽在千夜 這就是 都市 的高速公路 車很多耶 對啊 而且三線道 三線道 四線 四線 然後旁邊那是火車 有沒有看到 還是高鐵 鐵軌 日本JR在 JR我們也做過 對不對 不管的是什麼 左邊那個 不知道啊 開了幾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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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會準確的時間點 快了一分鐘 還有三分鐘到達 應該是在那一棟吧 沒有 再 過兩條街 好像也住在這喔 是喔 再一個叫海濱大道 我是按照我們的 中文字訊息念的 但是 日本他們翻譯過來 可是 是不同的念法 雖然漢字很多 但是你看 一定都看得懂 像這個就是 看到一個牛 然後石肉 霧什麼用鞋 這應該是賣牛肉的 我的油很準 我就跟你說 要不然賣什麼 對不對 都是這種小車 但是這種車 在台灣都沒有看過 像這個Suzuki 這個很可愛有沒有 我們又回到大都市了 我們第一次日本自由行的時候 就是在東京跟迪士尼 這兩個地方而已 大概五六年沒有進來的 今年開始會 到處趴趴走 一年至少要出國了 兩到三四號 體驗一下 國外的車火生活 上面有火車耶 真的是來看露營車展的 因為這邊頂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全部都是露營車 全部都是露營車 對不對 自走是露營車 目的地在您的右手邊 這邊有人在指揮 對阿 你看有沒有有沒有 這個是 這是 乘載的 自走啊 多到爆喔 走 你不是要走那邊 停好車了 然後 然後 這很可愛 你看 這個都是 沒有 可愛喔 然後這是海力士的改裝的 這是 乘載的 有沒有 自己做的 一看就知道DIY的 很多阿 你看還有陸陸續續 很多露營車進來 這個也是阿 小巧可愛 有沒有 買票的嗎 還沒阿 哪邊買票 它是兩邊都可以進喔 都可以 對啊 1號 11點 11點進場 一張票多少 1800百塊 嗯 1800 你給他五千 對 那我買兩張 OK 還要排隊 OK 謝謝 買完票了 在哪裡 這裡 明天要明天的買 對 明天要明天買 如果明天要來的話 明天要來的話 就給你 好 沒關係 看今天拍得怎麼樣再說 好走走 從這邊排隊 亞洲最大的 我之前大概只用到三號館 嗯 今年用到五號館 所以是一二三 四五 五個 就全部阿 沒有全部耶 喔它有八個展覽館 對 歐洲沙龍的話有八甚至到十二都有 喔 很大 所以這邊你也來過 這裡常來 常來喔 只是三年沒來 喔 疫情啊 疫情的關係 昨天跟客人啊 從前天就開始嘛 就開始就在談這個三年 那我這次進來的那個感覺呢 就是 本來出過前都很擔心 嗯 疫情的因素 那現在呢 不用擔心了 不用擔心 我發現就是 早點出來是對的 對啊 不用怕 對 我的客人在機場接我 他本來連他常帶我去吃飯的那個餐廳 他也三年都沒有去 然後我就說 我是小籠包 台灣的鼎太空小籠包 我也三年都沒去 我這次來的經驗就是 好像沒有想像中的可怕嘛 而且 大家都帶小孩 對啊 都出來玩 對啊 我覺得這一定是一般的感冒症狀了 所以 呃 是該出來了 我們這次 有人一邊咳一邊來的 哈哈哈哈 這個有人 有人 也不是我們 反正只要沒有發燒都OK 對啊 不要 我們來的事情給我兩個 那我出國錢才得的 是喔 還沒差 他沒事了啦 OK 所以得第二次了 第一次了 第一次了 我之前是神姐被隔離 喔 是因為要來日本 所以打了第三季 打了第三季以後才中的 嗯 不打還沒事 他好像最後要少秒抓口 我們這次帶了一個導遊 是誰 這邊 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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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通的導遊 會講日文的 我看你們是兩根又要不要好的 很多 看到沒有 這邊全部是露營車 走吧 下去了 這是路長線 這是路長線 我們今天來了幾個人 四個 四個 還有這個 來自台灣的大大媽 大大婆 對啊 大大婆來也是點點 對啊 走了 大大婆還沒醒 我覺得最快 他今天看起來不 我看他走路的鋪掉 他有時差嗎 他有時差嗎 呵呵 小心喔 有階梯 我 這個 看看 以外 大媽 身 谢谢大家